你要怎麼樣保護好你自己 要把黑金刀的事情 你的宗旨 你要守得住的話 你是值得保護的 連成一正面對決 狗二喊咖 北盜黑金城出手 江湖有規矩 今天在做這個國際NFT 這一種交易貨幣上面 羅志祥跌了60% 陳寧久跌了58% 現在誰在說什麼 你們有在同一個檔次嗎 有沒有 不過沒有 鳳梨叔叔 狗二 連千億蘇狗一的戰火 暫時消停了 就在鳳梨直播開罵 适可而止 田道蒙峰會長謝玉泉發文 該打住了 我們在5月5號的6點 我們好好地來 大家進行一場 精采的直播 這裡也來一張直播是什麼 哦 人稱北盜的黑金城 也出手啦 讓我跟射擊此事的眾家兄弟 提供一個簡單的處理手段 5月5號的當面辯論取消 既一提告 就交由司法做仲裁 連千億勾二都不是弱者 但誰能率先低頭 就是屬下了榜樣 我期許兩位 能有這樣的智慧與度量 這位65歲的重量級大哥黑金城 光是1988 1989年 就辦下200多起切道案 我從來不找老百姓的麻煩 我們去翻箱倒櫃 我覺得我們那個樣太low了 你本來想說 你斬點錢然後做個生意什麼的 可是這錢太容易來了 你會生不住的 然後就一直滾 把那個鎖頭一打開 門一打開我們人就進去 本來就把他畫就拿走了 就是這麼簡單 黑金城鑽頭銀樓 鐘錶行畫廊保險箱 得手贓物總計價值高達4億元 11年前出獄後 決定金盆攜手改行作畫 我是第一個拿到冤獄賠償的人 我當年因為被冤枉殺人的案件 我判無期徒刑 在牢裡面關了一年半 在最高法院更衣審的時候 我頻繁改判無罪出來 那是民國77年 1988年的時候 老子就開始做賊了 以前你司法冤枉過我 現在我做的每一件案子 都不要冤枉我 都是我幹的 因為那件冤獄 搞到我真的是一肚子的火 我一直強調我沒有加入過幫派 我不是竹聯邦的 可是我已經分解了 你是無法檢討主 那個是我侄子 我侄子我親哥哥 他們都是竹聯邦的 但我不是 在我這個短短的兩三年的 盜賊生涯中 在我的身上沒有發生到去 傷害過別人 我沒有用暴力的方式 這個是我的運氣 在媒體我們去強調 我們既往內 那個不是公宗教主的事情 像《莊子》這本書裡面 它有八個字 是我終身奉為歸孽的話 叫聖能不死 大盜不死 你的社會上偽君子 假聖能太多了 你樹立了一堆規範 平民老百姓 你守不了法 你每天在處法 所以說盜賊就滋生了 裴金城也在臉書表示 我曾上過苟我的單元 那番言語非在捧場 我大半生無視法律 我心我素 卻也患得二十多年之牢 江湖是什麼呢 它有倫理有規矩在的 除非你無視於此 那麼就得以倫理規矩形式 你腦袋真的很清楚 你要是多長個二十年後 就把你吸收了